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就是一个从低处向高处攀登的游戏 大多数人熬不到第十个回合就已经出局了 也许你现在或者曾经就活在这个游戏当中 如果你正雄心万丈 你觉得有智者四进城 有一天你的办公室肯定会在成都最高的建筑里面的最高一层 其实我这话也是白说 因为处在这个状态当中的人基本上不来教会 来也是被人拖来的 所以到教会里来的人 要么你们已经尝到了一点人生的失败 在这条从低往上爬的路上疲惫不可能 要么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像 泰克帝国里面的那个尿 总觉得你的人生有点不对劲 总觉得这个世界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就算到现在为止向上攀登的成绩还不错 但是你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跟你说 这一切没有意义 其实这一切没有意义 一切都是浮风 一切都是虚空 那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告诉你 人生的意义 不是从低处往上爬 而是一位住在整个宇宙最高处的那一位 他如何下来 他如何降低 如何隐藏他的能力 如何来成为被你藐视的邻居 被你伤害的朋友 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降到比你还低的位置 那就是意见 有人住过地下室吗 主耶稣基督降到比你还低的位置 那就是意见 福音是一位降卑的基督 重新升高的故事 福音定义了你的人生 福音告诉你 如果你的人生目的 是从低处往高处走 那么你的人生一定是失败的 你们的人生是或者已经失败 或者正走在失败的路上 你的人生最终将丧失一切的意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凭什么这么说呢 很简单 因为福音不是这样的 因为福音才是这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的故事必须与福音相似 才是有意义的 因为福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故事 其他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谎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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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